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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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今天又有我 等我等一等,這個是Elly 非常頑皮,不停去 因為外面的傘傘在吸塵 有沒有Hammondorf 好像 調戲很不順 你們有沒有養狗的 都是這樣 牠是經常去 攻擊補給層機 那些小狗可能也是 很討厭這些噪音 今天我們講Not 停陷大學 我會盡量把時間控制得好些 因為我實在太多話說 大學這三年都很開心 讓我開Facebook Hi Vincent Hello 他是 好,我先開Facebook 先看留言 Hello Eve,你好 多謝你們又聽我聊聊天 好,謝謝 今天的安排是怎樣呢 等一下我會找我一個Housemate 他就是以前大學三年班 跟他一起住 然後他叫Brian 他剛剛考完CPA 現在在會計師樓 他可以講一下 怎樣考會計師 因為很多人以為 一定要讀會計 才可以做會計師 其實不是的 讀什麼科都可以 他說 問他多一點 等一下 現在就講一下我的大學 不知道大家是否認識 Not 停陷大學呢 我本科已經可以讀的了 其實當年我讀完A級 有一部 都很多選擇 但是 我記得 我那時候 其實我們學校 就幫我做U-Cast 其實我那時候都是A的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這樣幫我選 但是他幫我選了 Newcastle Manchester Manchester 跟著 Aston UCL LSE 是不是 沒有Nottingham Clearingham 那 我原本想讀經濟學 但是 結果 當然很多都收我了 我記得 Newcastle 甚至乎給 好像送一部iPad 和一個 scholarship 但是 全部都不是很吸引 所以我有時候 做一個小分享就是 如果你真的報大學 在英國讀Borning School的話 不妨拿個 2nd opinion 因為英國人覺得 厲害的大學 覺得適合你的大學 可能和你的有一點出入 中學我經常都說 學習過程很重要 其實大學 都是看排名榜 就是 因為可能你讀的Degree 你下一步 通常都在職場 對不對 大部分的HR 真的不會跟你長時間去了解 哪間大學哪個Department 特別厲害 特別好 資源豐富 教學質素如何高 其實很多都真的直接看排名 所以 大學真的 都是League Table 那就是 所以我剛剛講 Newcastle 和 Manchester 等等 其實那時候我都不是很吸引 那我就 Clearing Clear了Nottingham Law School 竟然不讓我入到 法律系也還有Clearing Clearing Clearing是些什麼呢 Clearing就是七八月 當你原來 Youcastle 即是你的大學聯招 報了一個學校 不是真的最吸引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 Clearing Clearing 就是一個 你當作是一個 看一看靜語學位的街市 那大家就會做個 Matching 你自己的成績表拿進去 告訴你 我當時拿了三句一個B 那就 Match了這個 Nottingham的法律系 那所以 同事可不可以幫幫忙 呢 Clearing 的資料 在留言 box Clearing 是一個好幫手 如果你真的有問題 選大學 無論你是明年選大學 還是今年Clearing 我們都很開心地給你 但是今天就給你一點 我覺得Notting 是一間很好的 進可攻退可守的大學 他不是那麼難入 但是他在英國的reputation 很好 他是全球一百大的大學 其實早十幾二十年 他更厲害 現在他已經跌了很多 這五六年 其實他的Ranking 是不斷跌 英國本地的Ranking 曾經跌破二十 今年也是十幾 但是曾經跌過二十幾 那麼 我問那些教育界人士 就說他開了這個寧波 和這個馬來西亞的分校 影響他的排名 他的research 等等 通常 不是代表那些學校不好 純粹你有一個新的文化 新的語言 新的地方 可能他的排名榜 怎麼做比分 很多都是擺起你的research 能力 你出的paper 等等 可能要一些時間去 adapt 所以Nottingham開這些分校 影響了他的排名榜 但是以前呢 講他的長久 reputation 他是英國最出名的大學之一 我報那年他是Top5的 我甚至乎那時候是選他 不選UCL的 但是當然UCL也是G5 英國最出名的五間大學 但我不選他 不是因為他 我覺得Nottingham的能力 學術水平強烈 純粹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我覺得如果我在倫敦讀大學的話 我會很難專心 看到油滑 然後Nottingham是一個 恰到好處的地方 等下再講一些 所以我最後選了Nottingham 那我碩士就在Warrack 是的 這兩間是中部的一些 比較老牌 Nottingham再老牌一些 但是就 比較排名高出名一些的大學 我看看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今天還會說商學院 商學院其實都是要很留意的 就是因為有時候家長常說 商科商科 習慣用商科來一概而論英國的 不是英國 根本就是這個學科 我們經常說商科 那什麼是商科呢 不是Business Studies 就是一切 那英國首先 經濟學和商學院 是分開的 同時如果找到我的 我有寫過這些內容 我有寫過這些內容 我幫我寫過一個 comment box 商學院 和經濟學院是分開的 經濟學院通常是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或者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人民學 的學院裡面 那它是 和商學院 和商學院的Business School 有些人就是這樣說的 就說在美國 Business School 是比Economics School 好 但是在英國 Economics School 正常來說 無論它的難入程度 還是它的應手性 其實我覺得是比上學院高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 英國的Economics 通常是Business 是Business School 不是Business School 正確來說 其實它比較 數學 對數學的要求比較高 比較適合一些 將來如果你想做 iBank 做Research 做投資行 等等的話 對數字需要很敏感度很高的話 其實經濟學是比較適合Business School 但Business School 也有吸引之處 Business School分拆得很高 它可以有Business Studies 可以有Accounting Marketing Management Operational Management 再細分一些 可能會突然間有很多 Project Management等等 那意思就是 其實 如果我要In a Nutshell 他講給你 容易明一點就是 Business Studies 像是讀一間公司裡面 不同的Department 他可能有會計部 可能有Finance的部門 可能他有市場管理部 可能有管理 有一個經理 如何做管理的學問 那你就因應你想讀的 那條路 去鑽研那樣東西的 雙科的態度 文化 所以那個Skill Set 所以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要讀雙科的話 其實不是這樣說 我要讀雙科 其實要選適合你的Stream 那一般來說 我自己挺推介的 就是可能 功能性比較強些 我覺得 accounting 是Finance 挺吸引的 那就是這個 會計及金融 也是數據比較強的 其實 因為其實 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雙科已經不算是一個 專業資格 我們等一下就會說到 其實你讀會計不代表會計師 會計不代表會計師 回來還要考牌的 甚至乎你不用讀會計 你讀德文 你可以回來考牌的 你只要有U-Grad就可以了 既然是這樣 你更加沒有 這些沒有專業資格的學科 你應該有兩件事是要關鍵的 第一 你希望讓你將來的僱主 看到你的大學比較出色 所以其實 通常上學院 讀德行業科學 這些科目 我都會考一間比較 大家會聽過 一個比較有名的大學 其次就是 我覺得要選一些 大概別人會明白到 你學了什麼的技術 可能 我會更加推薦你讀經濟學 或者是金融資格 因為 起碼你除了文科之外 有些人經常說 雙科是指上譚兵 讀管理未必會管理 讀這個 project management 未必會 既然是這樣 你起碼能夠展示 給你將來的職場 的 員工看 原來你有某部分的技術 一定很強 譬如 理論 economics 他知道你一定對數字 十分之敏感 所以我挺喜歡這兩課 純粹用一個 國內人身份去分享 我最後 雖然剛剛說了 我讀了會議 讀了法律系 考考了法律系 但其實我 讀了半年八個月 我已經知道是不適合我 所以我轉了經濟 讀經濟 我碩士是讀政治經濟學 因為我挺喜歡 我覺得政治經濟哲學 所有東西都是識識相關的 以及Warrick的科 是十分吸引我 所以就是 這個就是我的記錄 那麼 看看我開始介紹 Nottingham 可以 我見到很多朋友 正在聽 如果有特別的問題 一樣可以 WhatsApp 61075507 還有 記住 排名高之餘 提到 其實有個群組叫做 我數集團成員 因為我見到 有 問 他說 Loughborough 排名很高 雙貨高 比Nottingham 不奇怪 其實 有時候 我看英國的大學 因為排名 有太多不同的排名 他有一些排名 就很專注於 學生的滿足 例如英國本地的排名 世界排名 就很專注於 這個 研究 他的教學質素 多一些 所以 你要留意到 Loughborough 雙貨高於 Nottingham 在英國 可能 或者他英國排名 近年還好像本地排名 四年排名 但是 實際上 就算你看他的入學要求 為什麼Loughborough 他的入學要求 排得這麼高 但是又低於 Nottingham 那麼多 或者他低於 Wallack 他是不是比Wallack 大學還好 其實 不是 他純粹是在英國排名 榜 那個 玩法裡面 玩得比較出色 或者這幾年的 評分 制度 比較遷就他 所以他排得很高 其實到最後 真的要留意的話 哪些是 比較出名的大學 我建議大家看 Russell Group 羅數集團成員 為何 羅數集團 因為英國的政府有分定給不同大學的 研究 其實羅數集團成員 這22間大學 其實是1992年 還是1994年 還是1992年 就組了聯謀 叫自己做羅數集團 羅數集團 這個會 這個會 這個會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這群大學 其實 他們自我被列為 英國的大學 其實他們佔了英國的研究 都九成了 羅數集團成員 包括我們所說的 牛津 劍橋 UCL LSE Nottingham Warrick Liverpool Bristol Manchester 等等 你看到有些新大學 包括Loughborough 就不是羅數集團 所以 就是那句了 如果選擇大學 他都有吸引之處 新大學 不代表他不好 有時候有些新科 包括Risk Management Urban Studies 等等 其實他們突然排名 比傳統的 紅磚大學 或者羅數集團成員 他們都有吸引之處 但是 就可以解答到 Jenny這個問題 高過我 那是否好些 其實就未必的 reputation 就是你看看世界排名 就比較清楚 可能進入到全球一百大 是只有倫敦那幾間 Kings UCL LSC Oxbridge Sheffield Manchester Bristol Warrick Durham Nottingham 可能就沒有了 就是後期 可能還有兩間 記不到了 但是 留意就是這個原因 全球排名 GES ranking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準確一點 但是都可以留意的 我想補充 看看 好了 那我介紹一下 Nottingham大學 其實呢 我去年就回去了 就拍了兩集 這個 Nottingham的回憶錄 回憶錄 我試一下share screen 大家可以一邊看 我一邊 這個就是Nottingham大學 那次我 扮大學生 就回到Nottingham 這個就是我以前的房子 Nottingham大學其實是 一個 以前是倫敦大學的遙距課程 在中部 我為什麼會選擇Nottingham呢 因為我覺得 Nottingham是一個 很 很適合讀書的地方 它是一個campus-based的大學 就是校園式大學 但是其實倫敦的大學 是一些 city-based大學 就是它是會 其實 人與人之間那種 真的見面的時間 又不是太多 學生的那種凝聚力 不是太強 但Nottingham大學 你看到這個片 其實 是一個很漂亮的 古式建築的大學來的 我覺得 大家的凝聚力很強 很漂亮 它是拿了 英國全球最陸化的校園 你會發現 學校有很多湖 很多河 又有樹林 這個主流大學 這邊就是另一個campus Nottingham大學好像有四個campus 不算海外的那些 三個我認識的 一個是 主要的campus 這個片 我們現在走來走去 這個就是主要的campus 其實在youtube找到這段片 學校真的到處都是重鼠 所以我們有這些巴士大學 就連貫著不同的campus 包括這個商學院 就比較商學院 Jubilee campus 就是遠一點 比較新的 比較新的 比較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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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主要 主要的campus 就比較多 古式建築物 這個就是新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也挺靚的 還有Nottingham的 有一個叫做sb campus 就遠一點 大概30分鐘車程 那個就是一個 專門讀瘦醫 醫師 科學科學院 去讀的 其實就不是Nottingham市中心 另外還有我們有一個 很大的醫院 剛剛的影片都播了出來 叫做 Queen's Medical Center 其實它是一個 全英國曾經最大的醫院 應該不是最大的 但是學校原來讀醫科 這個學科學科尤其出色 那它排名Top10的科目 以我記得 今年應該跌了多少 因為其實它 以往其實排得高一點 這些幾科 法律系 經濟學 Pharmacy 藥劑是很厲害的 尤其出色是這幾科為主 那麼 這裡就是我們的Library Library 我想讀開Nottingham也會很記得的 大學生 起碼 考試前兩三個星期 每天都是這個地方 所以我 這裡就說 我每年 我記得我都會在這個Library 那裡祈禱 真的 因為我每年都會 每年都覺得自己讀不夠書 然後就在這裡祈禱 希望你給我合格 合格的話 我下年就會 努力讀書 那這裡就是我們的Sports Center 其實是很漂亮的 大學的設施 來講 Nottingham也算數一數二 所以每年很多大學生 包括 Walwick NSC Oxford 都會來Nottingham 舉辦一個 Nottingham Game 那就是一個華人的 Sports 的活動 那就是很多人 就算不是來比賽 籃球 足球 羽毛球 都會來看支持 這些就是Nottingham的住宿 這個是我以前住的 Broadgate Park 自己入錢洗衣服 這些房子都漂亮的 其實有些酒店的感覺 有些有房間studio 有些有廁所 有些有房裡面的廚房 煮食器具的 有些是shared kitchen 這個就是我以前住過的房子 片片這些 因為其實Nottingham大學不好處是什麼 其實都不是Nottingham那麼簡單 所有英國大學都是這樣 到了第二年和第三年 其實是不會給你一些 有些guarantee的 accommodation 即是他不讓你一定可以租到他的屋 所以就 那時候我就跟朋友租了這裡 這些典型 你看看 連廳後面都劏了做房 所以有個小小的廳 樓上有多一二三間房 那個屋主就不想我們 拍攝別人的房間 所以我就就這樣來他走路 幾個回憶 大概就是這樣 可以再看 我現在先傳到他的留言箱裡 這個Nottingham大學 Nottingham在哪裏呢 我要去share screen google map給大家看看 那麥丁漢這個地方 出名是羅賓漢 羅賓漢 羅賓漢是古居的 他是傳奇人物 他就說他的劫富製貧 他就說是在Nottingham Forest的森林裡住的 然後就去了Nottingham Castle那裏 發展了他當年和那時候的Sheriff的股市 我看上去前面有個羅賓漢傳奇的 挺好看的 地圖 我看上去 我看上去 對了 這個呢 就是 Nottingham的地方 幾點 所以你看到是英格蘭最中心的 我喜歡的地方 他的地方就是 其實你去哪裏都很方便的 即是他現在講到環境才講到排名 我以前讀書在這裏 到Balling School 哇 山卡拉到不得了 其實一旬都 雖然知道自己的性格是 好 但倫敦不適合我 因為倫敦實在太多誘惑 又走些閘 又貴 那時候就想到不同的城市和城市 去想 其實Nottingham就變成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因為他等下給你看回 City Center真的很近 City Center有熱鬧 但同時他學校有很多不同的校園 大家看到有湖 又有樹林 即是 你要古式建築物 又有 你要新式的建築物 他不同的Department有厲害 即是他未必是英國最厲害的大學 但他都是Russell Group最厲害 比較前比較好的大學 香港的家庭有識 還有千萬不要小看他 有些學科入學要求力高 比倫敦的大學 那 Nottingham在這裏 他附近 你會發現很近 白明漢 我們以前會去Bermingum 駕車過去一個小時 在這裏吃飯 買東西都可以 但我不是很喜歡Bermingum 有些家長說Midland 為什麼不選中部 Bermingum 叫做2nd capital of India 那個地方 很多很多很多 即不是中東人 印度人 但不是說他們不好 純粹那裏其實好 好一個Migration Immigrant 的一個Town City 即是變得有些雜 有時 還有 有些區比較窮 那 Nottingham欺負到好處 去Bermingum有近 去Sheffield有近 如果你想去Manchester 你看又很近 即是中部大的名城 這些是 朱體波 可能聽過石飛鑾 石周三 今年打到上英超 頭五 然後 萬聯 阿斯附居 到雜頓 馬聯 利物浦 沒有看到 哪些地方都在封面 這些地方可能是一個半小時 去倫敦 我坐火車就兩個小時左右 那我以前都最後去了Warrick讀的就是在這裏 近一點點,也是中火一些比較著名的大行 還有呢,其實我們有一條叫做M1 如果想駛英國駛車怎樣才快呢? 其實M叫Motoway M1就是一條直線 它是一條直線由倫敦 經過Durran就上到Edinburgh 就是英國第一條最主流的Motoway 所以其實很寬,很直 由倫敦駛開車走M1到London是非常方便的 這就是倫敦駛的地方 我再看看去過City是怎樣的 我再播放另一條片給你 這就是去年和一周刊拍的Norttingham系列 你看到我吃中餐那邊,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Norttingham是很多華人吃的 他的飲茶有些民興是不得了的 很好吃的,這就是Norttingham市中心 所以你看到都是熱鬧,有商店有東西買 有一個大廣場 有時會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聖誕節有這些,有那些German Market 有Festival,好像我們香港的AIA 加年華,然後有一個很有名的Ghost Fair 為什麼Ghost我都不太明白 但是Ghost Fair 又是一個很有名的加年華 晚上加年華,很多人會特意開車過來 這個就是剛才我大學campus 但我說 我覺得吸引的地方就是雖然他有很大的campus 但是他來的City Centre都很接近 City Centre是非常忙碌的 很多商店,很多東西玩 還有一個時代廣場 通常的學生就是在這裡聚集的 而且其實物價又比較便宜 如果家長對預算是有關心的話 就是租樓其實是一間 如果想租到碩士的時候 租到最靚的 哇,很靚很靚 兩層Pan House 跟著兩間房的都是800磅 即是港幣9000元外 其實兩個人share真的非常划算 以及已經是很靚最靚的地方 這個就是他剛剛看到他的商場 他的Market 就是夠熱鬧,但又不會說好窄 亦都有另一間大學在Nottingham 叫Nottingham Trends 所以他算是一個大學生 但大學成得來 他又不會只有大學生 周圍都是喝酒 其實他也有很多人在這裡居住 他中部也算是一個比較熱鬧的大城市 Nottingham最出名 可能除了剛剛說的Nottingham 還有他的足球隊 還有定銜森林 曾經拿過梁介歐聯冠軍 如果有體國街場都會留意到 他中餐是不得了的 這裡喝茶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他們很有趣 因為我們很多大學生在那邊 他跟學生的感情是保持得很好 我有一次忘記帶錢 他都真的給我吃 之後才後數給他 有一間竹粉煉飯在大學附近 那個Helen姐 現在買了 我想去探望他 他跟班學校是 他跟學校很有 學生的感情 我挺喜歡這個感覺 我覺得倫敦就不會有了 我們有我們的輕鐵 都是很方便的一個城市 一個城市 Nottingham 那三年我覺得是 就算Warrick的學術水平是高一點 其實我覺得在Nottingham讀得開心一點 真的很熱鬧 還有很多事情發生的 譬如我後面這間 就是這個片後面這間 是一個以前的華人 超級市場 現在變成韓國菜 那這個村子 就是近一些大學的 純粹給你買東西 所以你看都不是很漂亮 也就是那個住宿真是值 你看到後面這些 這些小屋 如果你想租來住 都可能是 我當是1200磅 但你已經可以四五六個人 六個人share 還有後面這個是一間卡拉OK 其實很多香港人去那邊悶到不得了 我們香港的學生都會喝酒 都會去唱卡拉OK 你看看 其實就是這些款 夠到不得了 所以它的城市就是這樣 又是可以看回這個影片 嗯嗯嗯嗯 我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其實是拍得我覺得 我自己的表現很差 拍到一些警訊的 不知道也是第一次 所以不要笑 也太大聲 先拍一下 那我們再看看 Nottingham大學 就是講商學院 Nottingham的商學院 也是 剛才講的十分之優秀 我尤其是喜歡它的 資金和計劃的各課目 為什麼呢? 其實它很特別 就是它跟這個 PWC 是有一個合作的 那就是 你的第二 它有一個 可以在那裏進行 會計師學會 ACCA 認可的課程 那 等一下當然可以問問 Brian 究竟這些影響有多大 但是對 在我和 HR King的 口吻中 其實他們很喜歡 一些商學院 因為太多不同的商學院 有一些好一點的 accreditation 他們的學術 是受到 他們的商界 或者他們的界別 的應手性 是很重要的 那Nottingham 是做得挺出色的 那PWC 那方面 就是原來 如果你讀的四年 program 那有一年 你是可以 去 有個 placement year 在他間公司做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 非常之好 先開個share screen 這個是他的網站 這個 建築是新的 我讀的時候還沒有 但是 Nottingham 我覺得他還有一件事 非常好的 其實他很有趣 如果你看了一些 statistics 他說全球 100大公司的CEO裡面 有佔了最多 都是來自這間大學 其實我覺得 他的entrepreneurship 真的做得很好的 即是他的創業 他推行創業 和創業家 這個 我不知學科叫什麼 entrepreneurial 即是 entrepreneur 是的 這一方 這個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和sustainability 即他是很 希望鼓勵學生 去有一個 獨立知識考 和innovation 即是創作 是的 科研研究 做研究等等 他怎樣做呢 他有很多 學生的支持 除了 除了學校給學生的支持 之外 就算你畢業 即當我現在 在Nottingham的校友 我畢業 我需要學校 支持我 我創辦我的行業 其實學校是很鼓勵的 即是甚至乎他有個建築 是可以租給 或者免費借用一段時間 給一些舊生去用 然後裡面也都會不定期有些 一些很厲害的講師去講 我覺得這件事的支援很好 即是我自己都做一個小生意的時候 我覺得他在這方面是非常鼓勵的 鼓勵我和他幫助我們 看看 我很喜歡上一個網站去看大學 你一定看到他現在是全英國 這個網站是比較全面的 譬如我會看些什麼 他一定會說 原來他拿了TEF Gold 他的教學的水平是拿了金獎 剛剛 再下去看其實他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很多數字 去排排排名 他們真的 如果看通透一點 你會看到他 原來有幾多個學生 讀書 原來多過25,000人 英國最大的一間大學之一 他有什麼特別的支柱 這間大學 他有什麼設施 原來有八個圖書館 我們也是有 學生去找工作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學會 很多東西可以參與 你去到丁漢大學 其實你會發現 當年我們可以學日文 日本社會 學生的社會 我可以突然間喜歡玩 Sky Dive 就可以加入 Sky Dive 即是跳廣散的一個社會 所以其實是幾多事情可以去做 在丁漢大學 先看他的排名 然後我看到Brian 我們可以找他聊天 University Nottingham大學 這是全英國排名 其實他就排了 2020 今年 19 其實都跌了 又跌了兩名 上年17 它是 Honestly 我覺得是有少少 Underrated 它是 一般來說 如果說 Reputation 應該是高 Suchers 尤其是 現在的排名有些高 例如 Loughborough Lancaster 等等 老排大學來說 如果比較傳統的HR 認識Nottingham 會認識多於新大學 但其實沒什麼所謂 你選擇你的學科排名 你看看你的學科 它是哪一種厲害 例如我當你讀 Economics 你可以在這個網站看 原來 Warrack 排得高很多 但Nottingham是第九 因為全英國排名都頭十名 能夠比美Durham 我覺得是英國最好的一間經濟學院 LSE 很出名 UCL等等 所以其實你選擇個別的學科 你會發現 可能 大學的排名 可能會更高 對嗎 你看看這個可能是 I'm a psychology 我想看 Pharmacy 好 就是藥劑那方面 可能 Nottingham 又是 比較出色 全英國排名第四 等等 好 等一下 我停下 分享 還有問題 你繼續可以WhatsApp 我 電話是6107 5107 對 還有 保持幫忙 Like Like一下直播 因為同事做得非常辛苦 他們會很開心 如果我們一個嬸嬸 給他 Brian 我好像見到你 你是不是進來 Brian 是啊 Hello Hi Brian 但我見到你的樣子 你的樣子在哪裏 我去 等等 等我轉個 什麼 Hi Hello 你在哪裏公司 是啊 在公司 正 多謝你 多謝你過來幫忙 不用了 是 每天只得我講 只得我分享 很不可信 你們 中實聽眾 是啊 你中實聽眾 我免得經常買花賺花香 所以拿一些朋友的願望 首先問一下 我想家長覺得是 實用性一點的東西 因為很多家長剛剛說過 其實不一定要讀會計 才可以讀會計師 其實是怎樣的呢 就是回來是怎樣的程序 讀什麼科 就可以到會計師 拿CPA 不一定是讀雙科 你讀什麼科 大學畢業都可以的 那他回來的時候 就有個 conversion 要讀的 就是CP 我們叫conversion program 那你讀完conversion program 就大概有10科 不太記得了 那你考完之後 就有個conversion program 之後就可以 就可以進去 會計師公會做 student member 然後就去考QP 這個方法通常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讀雙科的話 那10科 會有幾科 可以讓你豁免 不用讀 那如果譬如你讀 accounting 的話 就豁免再多些 如果你讀雙科 就豁免可能少些 以我來說 我就豁免了 三科還是四科 就是差不多一半 因為你也不是讀會計的 我不是讀會計的 是的 你讀什麼科 我讀 computer science 和 management studies 就是因為你讀 management studies 那時候 有些 business model 是的 有些 business model modules就可以 exam 就 exam 四五科 其實時間要多久 等我深刻一遍 如果在香港要做執業的會計師 你就要考CPA 是的 但是CPA之前 因為你在外國回來 所以你就要考過 conversion 是的 哪可以再進去CPA 是的 conversion 通常是一年 通常一年 因為他都有課程讀的 他不是像你之後考QP 就是上workshop 那conversion 是要上課的 真的 好像每一課 每一課都好像要上課 我不記得了 可能真的 一個月左右 差不多 你預計 所以一年左右 應該是一年的 我沒有記錯 但是他就是 如果你在英國讀雙科 譬如 我估計 聽我這樣說 原來有不同的modules 希望全球不同的大學 都要涵接到 其實CPA 將來的學術要求 是的 所以可能 有些modules 是financial accounting 有些modules 是economics 有些modules 那你就要看一下 有些matching 那誰幫你matching 怎樣給誰match 是你去到之後 我那時候我不認識 我就直接拿去HICPA 拿去自己的畢業證書 然後跟你說 不是 你在外國畢業 你要考個conversion 那他就recommend 有幾個institute 給你選擇 那我就去了Kaplan 那部conversion program 就是他們認可的conversion program 去到之後 你就拿回transcript 給他看的 那那個institution 就會告訴你 有哪些科 你要讀 有哪些科 不用讀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後就讀一年 就讀 CPA要讀多少份卷 你覺得 就是QPA 就是考入 就是 做完CP之後 考那個QPA 四份卷 就可以加一個大考 是的 叫QP 這個是香港的HICPA 但如果有些人 例如我姐姐 我姐姐也是 我姐姐就是在英國 考完英國的牌 然後回來 如果你考了HICPA 回來的話 你要讀 law 和 taxation 兩份卷 即是英國都考到的 幫我考回來 就考兩份卷 英國就好像是ACCA 如果你是蘇格蘭 就是ICAS 就兩個 應該 好像 好像是威爾斯亞 還是另一個 我也不清楚 其實 考過CPA 就是四份卷 但是你覺得整個 需要的時間 是幾代 一般 快慢 例如 快慢 就是當你入了 做了司令人 就考了四份卷 就當你一份卷 你每一次可以考兩份卷 但是一年就是有兩個項目 讓你考試 每次你可以兩份卷 如果你一份卷 每次兩科 一年就考了四份 再加一個大考 所以就一年半 最快就一年半 是的 然後 但是之後還有沒有什麼 怎樣才可以做到一個執業會計師呢 那個就不同的 你一定要在一個 會計師樓 就有一個人幫你簽到lock book 例如如果你不是在會計師樓 你是可能在大公司 你要找一個執業的會計師幫你簽lock book 證明是你有work experience 證明你是有work related的 experience 你才可以做practicing 要不然你拿到一個 license 但你沒有practicing 你沒有practicing的certificate 就要有人幫你簽lock book 是的 太好了 謝謝你 如果想讀會計 或者想將來做會計師 其實可否這樣說呢 如果我讀德文 其實我都可以回來做會計師 他要求是你unigrad 是嗎 是的 據我所知是的 是 什麼科都可以的 但是 你可能讀完全irrelevance 那你就可能要讀完十科 其實對我來說 我一粗粗的 其實我那個accounting 那個knowledge 其實都是很皮毛的 我剛才表示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對accounting 這科都不是十分之了解 是的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想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做會計的話 那你其實應該是讀 account related degree 就會好一點 要不然就辛苦一些 你現在就做了一段時間 有很多工程 對會計方面 我想問你 你有什麼advise 給學生 他們會計師 會計師 還有你有什麼advise 給他們 他們會否正常做會計師 會否正常做會計師 會否正常做會計師 一開始那個 會計師 會不會正常做會計師 會不會正常做會計師 還有你真的要有興趣 真的要有興趣才可以 如果你沒有什麼興趣 或者你對這科 其實根本上不是太過喜歡的話 其實就 其實就 就不太好 不過我想 你做完每一件事都是這樣的 你喜歡就 其實就不太辛苦 你不喜歡就很辛苦 其實過程 都漫長 和難捱的 可以說 是嗎 因為你讀完書 然後又再讀一次書 是嗎 是呀 尤其是如果你是不是帳戶 其實跟 business 我覺得是 有 somehow related 但是 somehow 又不是 related 大家都知道 很簡單 打個比喻 我一開始進來做的時候 其實連 balance sheet 是什麼 我連 P&L 是什麼 我不知道 原來是最後 兩個數 就是 double entry 要平衡的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搞了一年 我才知道什麼 代表什麼 就是 credit 同樣道理 如果你是讀大學的時候 你是讀 accounting 你已經有這個 foundation 的時候 你就不會像我一樣 那麼辛苦 開始 這樣的情況 太好了 如果 我給學生的推介 就是 最好可能做一個委託 或者去了解多一下書 千萬 因為大學畢業之後 還要再讀多一個 CPA 又要考考 當中一個conversion 是的 千萬不要到時才發現 自己不適合做會計師 或者做會計這個行業 是的 是的 還有 尤其是英國 其實我自己 我個人 有少少後悔 就是我沒有留下 在英國做事 其實應該一開始 我就應該是 其實我覺得 尤其是 有英國導演大學 其實如果有機會的話 其實可以嘗試一下 留下 在那裏做事 順便 順便 在那裏考上 其實我覺得是 好過你回來再做conversion 反正因為你都在那裏畢業 其實再儲多一兩年或者三年工作經驗 再回來 其實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是的 分分鐘還可以拿到當地的身份 是的 是的 Briant 想 好了 一些太過正經的問題就問完你了 是的 我從來都沒有真的了解過你對會計的問題 我想知道你 你來Dottingham之前就讀國際學校 是的 是的 West Island 是的 不介意 那你去讀West Island 接著你就是英國 英式的學生 還在讀A-Lab 二次的 然後你也是這樣去英國 你就沒有去Dotting School 你直接考英國大學 沒有 其實你覺得香港讀書 和英國讀書的分別是甚麼 你自己有甚麼挑戰 嗯 在論文是一樣 但我不知道Dotting School是怎樣 我沒有讀過 但是去到大學 我想是完全不同的 就算在香港讀大學 都不會是跟你在香港讀中學的情況一樣 只不過是我去了另一個地方 就是完全是另一個地方 你變成自己的自律性要高很多了 我覺得 因為你回到家 你不會回到家 你回到大學 那你自己要 真的要做事 或者自己真的要上課的時候 就是自己提自己 還有很多是生活上的事情 要自己搞 那變成其實是 完全兩回事來的 我覺得是兩回事 是的 那你讀過Botting School 那你可能就比我自律一點 是吧 哈哈哈哈 你也很自律的 我做你的家庭 我自律的人很自律的 是吧 我也是跟著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到你這麼自律 從而啟發到我 也都要自律 是吧 好多謝 幸好有你做家庭 哈哈哈哈 其實你覺得Dottingham怎樣 你選了哪幾間大學 那時候 我選 我 我 我忘記了 我們那時候 通過Yukaspo 是五間 是吧 有幾間 我選了 我選了 Nottingham 我選了Durham 我選了 我選了 其實我那時候心頭很大 我選了LSG 以及Walwick 以及 UCL 結果你為什麼選了Nottingham 可以開名嗎 有哪幾間招待我 可以說 哈哈哈 那當然有一兩間招待我 Nottingham 有一個 Conditional offer Durham 也有Conditional offer 那我那時候 為什麼選Nottingham 因為我知道 我有些朋友 也是Nottingham 入了Nottingham 那我其實 就 Durham 我簡直是 accountant finance 他是有Conditional Offer給我的 但是我最後沒有選擇Durham 因為我看到我的朋友沒有一個在Durham 我有點害怕,所以我就選擇了Nottingham 有沒有後悔? 沒有後悔,認識了你 哈哈哈 但是你最喜歡Nottingham是什麼? Nottingham 我覺得那個Campus很漂亮 幸好是我們讀Business那個Campus很漂亮 Guperley Campus很漂亮 是不同的,我覺得是不同的 上學方不方便? 上學都算方便的 都算方便的,住在大學附近 我第一年是住Dorm 第二年是住在Dunkert 你當時也是住在Dunkert 是在大學附近 走到上學了 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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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便宜 我們租Park Rock的時候都是800多磅 是嗎?我也不記得了 十年了 十年了 不用這麼大聲說話 哈哈哈 人家過幾年而已 是啊 你剛剛拿CPA而已 你也是23歲而已 好嗎? 23歲 哈哈 哈哈 哇 那 在Nottingham做了什麼? 你有什麼最討厭Nottingham? 老實說 坦白說 我一開始去 不要說Nottingham 我一開始最不習慣 不要說討厭 我最不習慣的一件事 就是天氣的問題 我真的很不習慣 一開始去到英國的時候 天氣好像天天天 好像今天的香港那樣 很多時候都是今天的香港那樣 一開始的 一開始有一點點的感覺 但後來你習慣了 你就會覺得 其實這樣也挺舒服 是 還有空氣好 空氣好 是 我以前有鼻敏感 去到英國我就沒有鼻敏感 不知道為什麼 回來又有鼻敏感 哈哈 我也是 我覺得這隻東西 可以找我做代言人 你知道嗎? 這隻噴鼻不得了 我知道 我有買這隻 但是我有一隻好少少 等一下完了之後 免得幫他打廣告 我完了之後 告訴你哪隻好一點 所以我也是 在英國我覺得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 讀Balling School的時候 我最不喜歡 乖 我最不喜歡就是 東西不好吃 British Food是我忍受不到的 但是你就沒有感受到 因為你去到Dortingham 其實那些東西是好很多 中餐又好吃 文興喝茶不得了 是啊 我們有沒有去過? 好像有 有 一定有 而且Dunker的時候 有一間泰國菜 有一間泰國菜 挺好吃的 Dunker Chippies 也是很好吃 還有一間D2 D2 Pizza Pizza和Kebab 簡直是英國的 是啊 各幾間都挺好吃的 所以都開到很晚 好像7-11 我也不知道 還有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能夠感受到 其實現在 回來做了這行 我發現 其實Nottingham 有聯繫級的地方 就是它真的去哪裡都很方便 尤其是你有車 駕駛駛 其實你去Pirmingum 有近 去Manchester 去Darby吃日本也有近 去附近吃村菜也有近 基本上 你可以過一個很authentic的大學生活 而是我們很多朋友在London 他們就比較各自為政 是嗎 是啊 我們那種凝聚力真的比較強 你想想 我第二年就不是和Brian住 我們都會一起 還有很多不同的 冤子 會interlink 喝茶 我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是對campus-based大學 我覺得是一大好處 是啊 我先看看有沒有問題 你現在在哪裡 你特意和我們聊天嗎 不是 其實因為現在是我們 有肺炎 我們現在的工作時間 就比較flexible 所以變成office就少了人 開始少了人 就是我們打算分流 這樣 這樣 可以穿皮褲上班 我也是學你的 皮褲這件事 你教我 你有品味 好吧 好吧 這樣我想可以 是啊 是啊 是 其實 你覺得 英國讀大學 是 如果你要幫我買一買廣告 英國大學 為什麼好 你會怎麼說 為什麼好 嗯 嗯 認受性好 我覺得 你始終 讀到大學的時候 你都要想自己的career path 那career path 很明顯就是 那些人知不知道這間大學 或者是這間大學的 那你的質素 是幾點 都是 其實都很關於reputation 我覺得 那你的reputation 如果是好的話 就是 認受性高 那些人就 對 那些人就會 先考慮你 可能如果你是 你現在的公司 我知道 都是 很厲害 你做到很高層 你又可以 請人的決定 你是不是有很多 大學生 從英國回來 去你的公司做的 我們 有的 但是 坦白說 你做我們這行 很多人 都是 首先的目標 是big 4 首先 目標是big 4 那 我相信 大部分 如果是想進去 其實也想先進去 big 4 在你 interview candidates 的機會裡面 你覺得 外國回來的 有什麼 就是 好處 或者特別之處 不一定 每次都要英國回來的 他們的 說話 表達能力 我覺得是高 高一點 會高 比本地的學生 工作的能力 也會高 還有 語言的能力 是高的 語言的能力 是高 這些技能 對你現在這個行業 都很重要 你又要對下一些廠 對下一些不同國家的客人 是啊 但是 其實你做每一行 你那個表達能力 都很重要 如果你同時 不知道你想表達什麼 或者是你嘗試 不知道你想表達什麼 其實很難去做合作的 就是你沒有一件事 是你只是自己一個人做的 所以其實你的溝通的技巧 都很重要 所以我也說過幾次 就是 2020年 其實在國際經濟論壇裡面 也有出過 其實去到2030年 就是10年之後 其實有八成的工種 將會被淘汰 有一個技能 是最重要 讓我們的年輕人 一定要具備的 就是其中一個就是溝通能力 不相對 他的情緒管理能力 我早幾天跟我好朋友聊天 他跟我說 其實他本身是做 某公司的HR 很大 一說出來就認識 他說其實近年 收到很多名牌大學生 他來到 他只不過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他說 名牌大學生 其實 你如果 如果給你個個案 你現在得罪了一個客人 你那個客人 就怎樣都要投訴你 和你上司投訴 就說你銷售的時候 就過銷售了 然後 你會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他說很多名牌大學生 竟然 猜不到他會回答的 就是 我會對我下一手 好好地做輔導 其實 就叫他們 將來對著這個客人 就小心一點 有什麼要留意 然後那個 就當然不請 他就說 其實 現在請人 欠缺了少許 common sense 他說 人家的 common sense 只不過 其實就是 我照樣做什麼 就是 哄回客人 顧客永遠是對的 但是 然後再解釋 給你的 同事 究竟當中遇到什麼難題 但是 只是很簡單 他自己 可能因為他來自名牌大學 他覺得自己是沒錯的 他說 其實真的 說就比較容易 但是 是emotional intelligence 這件事 就是國際經濟論壇 說過 情商管理 這件事 說就比較容易 但其實實際上 真的不是每個人都做到 所以 我相信你都說得對 出國讀書 希望 就是更多機會 學生可以 起碼 面對難題的時候 都要自己 好嗎 我覺得 是的 我覺得 譬如你 剛才你說 應變能力 我覺得 其實 尤其是 你去了另一個地方讀書 那你沒有了你家人的支持 你就自然會獨立 譬如 你的應變能力 就是我 逐少說 執生的能力 是高了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 是對於你 以後 你做事的時候 你都是自己做的 出去做事的時候 你不能靠任何人 那你的應變能力 高了的時候 其實變成你的 表現一定會高了 因為你懂得怎樣去應變 怎樣執生 應該怎樣做 怎樣跟別人溝通 我覺得都是技巧和經驗 那你越早 是接觸到 越早是好 獨立地去做一件事 那你就越早是 可以去做到這件事 是的 太好了 謝謝你 非常 好吧 是很不習慣跟你這樣聊天 我覺得今天我們聊夠 私底下跟我說 私底下打給你跟他聊 好吧 現在 不過我們都是越視像 最近都不要出來 政府很呼籲 是吧 好 是吧 是吧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你的邀請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那麼多位 我都 今天說了這麼多 4點半這個 section 其實最重要 今天都是想分享一下 原來考會計師 就不一定 要讀這個會計 這樣 其實讀任何科目都可以的 剛剛Brian都分享了 還有 諾丁漢大學 都是一個很好的 就算你是好學生 還是有些學科 收上要求不太高 想找一間出名的大學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生活 讀書 都可以兼備 都是我覺得評價非常高 我讀得最開心的大學 那好吧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今晚呢 還有這個 Mount Kelly 還有我呢 就會教你 怎樣去選擇 Borning School By Location 還有 究竟一條龍學好 還是 以前說 好像Herald Eaton 13 Plus 獨立 要小學找一間 中學找一間 還是一條龍好些 今晚跟你拆街 也邀請了一個 一些學生 Mount Kelly 曾經我們上過TVB 拍了蛙鬼上學去的一間縣校 今晚聊 今晚見 回去說Borning School 拜拜 謝謝你 有問題 繼續WhatsApp我 我會case by case special case 去解答 拜拜 拜拜